市長聊一下我們的國土計畫法 它對於農民的影響很大 可是感覺到它完全沒有任何的人在關心 目前的國土計畫法本來112年要執行 已經延後到114年了 但是呢我們所有國民黨的立委都建議在延 因為目前呢 執法的配套不足 中央地方的部門也缺乏整合 產業照顧城鄉發展失衡等等問題 我們的賴清德總統賴總統 他聽得到農民的聲音嗎 口口聲聲說人民做主 人民最大 但其實只是口號治國 我們這邊太平區有五分之三 都是山上都是農民 所以也相當多的農民有向我來陳情 希望這個國土計畫法呢 能夠請所有的不管是公務機關或者是農業單位 不能只是紙上作業 走出辦公室實際了解 詳細並且仔細調查 更不能只是紙上談兵 因為這對他們未來的受影響很大 這些農民他們一輩子對這一塊土地的奉獻 對於農業價值的核心我想我們永遠都是感謝他們的 目前如果國土計畫法一上路了市長 我們的農民是永不超生了你知道嗎 他們就像你說的背叛死刑了 在這邊我真的是要替我們全國尤其是大台中地方的農民來發聲 對於這樣的狀況市長是不是請您也要站出來為我們的農民發聲 甚至呢要來為我們農民的權益來做一個捍衛 可不可以請市長發表一下您的想法 報告議員 農民之所以恐懼這個新的國土計畫 就在於說它對於農業的發展有非常多的限制 對 那你限制它你又不補償它 那所以農民當然說 那你為了國土計畫那把我做限制 那請問我的損失那怎麼辦呢 誰來補償 甚至將來如果我的家庭沒有人要再繼承農業的話 是 那我這塊地永遠還是被限制不能發展 對 所以農民的反彈在這裡 那最近為什麼我相信好幾個議員問到這個問題 大家反彈更大 是 因為原住民的禁罰條例不補償 對 那導致這些農民更害怕 因為原住民現在他們因為禁止罰牧 對 那所以禁止罰牧的情況之下 政府你禁止它 那它怎麼維生 你政府要補償它 可是最近立法院就為了這個事情總預算 那這個 希望他們再修正 那所以農民越看越怕啊 你原住民給人家限制了 你不補償 那將來我農民被限制了也不補償 是 那當然它會強烈的反彈 所以今天很多農業區的議員 或者是委員 會為農民發聲替農民講話 願意在這個地方 就是在這個地方 好 謝謝市長 就像市長講的 我們也聽到高薪素媒委員說的 禁法補償這四個字 這本來就應該給原住民 我們所有的族人 這也不能叫做補償 我們的中央政府說一套做一套 詐騙集團最大首腦 就是我們的賴總統 他根本聽不到我們所有市民心裡苦 說一套做一套是他們最會的 禁法補償都過不了了 我們農民的補償會在哪裡 我們的劉士方部長說 我們多溝通 我們繼續溝通 這一切都沒有溝通 沒有溝通的國土計畫要如何上路 所以我想這一切 目前我們全台灣有九個縣市 尤其是我們台中也是非常多的農業用地 農民也非常多 所以我希望這一塊市長 還是要來全力能夠幫忙 我們所有的農友們 這個中央能夠拿出補償辦法來 那你現在說要配套 要溝通 那你沒有補償辦法 怎麼跟大家溝通 因為他不知道他將來會 他如果因此受到限制 那不能夠發展 那甚至造成損失的話 那請問誰來賠付他 是 那也因此現在最大的爭議是 除了剛才講 即使有法 只有法 像這個原民的這個禁法條例 他也不補償啊 那你現在更何況沒法 也沒有補償 那所以沒有這個方案 農民當然不可能 謝謝 我們要求對地補償 如果 好 謝謝